双十一前夕,各电商平台从业者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之一 近日,记者探访位于昆明市的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这里的主播们早已开始了双十一大战 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网络促销日,主播们的双十一时间充实而快乐 下午六点,主播江明熙开始为今晚的吃播做准备 为了更好的介绍特色产品 江明熙往往需要提前熟悉产品,做足功课 此外,布置直播间,化妆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均推出了不少优惠活动 更多的商品,更多的直播内容 主播的工作压力陡然增加 在此期间,江明熙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开播 持续四个小时以上 需要面对镜头深情并茂介绍各个产品的特点 不停试吃并解答网友的疑问 累,真的很累 可能一天的双十一会消耗我们三天的功力 那么这一天的付出可能要我们提前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去准备网购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方便 所以累兵快乐着吧 也是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当晚直播的商品均是云南的特产 江明熙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才下线 准备第二天的直播内容 熟悉产品 对刚结束的直播进行复盘 未依然在直播的主播提供保障 江明熙当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你的受众要去给他带来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好的产品 更低廉的价格 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东西 就行行都要出状元嘛 对不对 我们网络主播也是要出一个状元 那可能我不是最火 但是我希望我是更努力的那一个 在该公司 像江明熙这样奋斗在双十一的主播还有很多 选择这一职业 有人因为热爱 有人因为看好行业前景 想要在众多的从业者中脱颖而出 除了保持学习 坚持的品质也必不可少 主播要不断地补充自己 因为商家的商品也是不断地在更新 技术日新月异 那他不能仅踏足于原来的一些知识 新的知识他要去学去了解 所以作为一个主播 首先他要掌握很大的一个知识量 其次要有很用心的一个刻苦学习的精神 再有一个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这个意思 业更深了 对于很多通宵直播的主播来说 这又是一个不眠业 对于工作的辛苦和一些人对行业的误解 江明熙认为坚持职业操守最重要 只要坏穿梦想 身负千金也可足下身风 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你在从事什么行业 我说我现在在从事这个就是网络主播带货这方面的这种 然后哎呀主播呀 其实这样的声音很刺耳了嘛 但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身边有朋友或者是长者家人呢 会对你这个行业产生一些分歧 这种我们已经吸引为常了 直播间呢有很多优惠活动 比如说秒杀啦 比如说拍地剪啦 比如说领券啦 这个也是给很多粉丝的带来一些福利 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天使一样的存在在这个网络直播的当中 就充当于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大家希望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